在我身邊是香港女子排球隊教練趙小良教練 小良Sir 你好 你好 我想了解多些香港女子排球隊 其實現在女子排球隊一年會參加多少聯賽 或者會出席多少國際賽事 這個不是很定的 因為第一要看看我們的國際上 周圍 亞洲 我們最主要參加的是亞洲賽事 會舉辦什麼賽事 另外也看回我們球員當年的實力 而最重要的是 可能是看回我們總會的一些經濟狀況 能不能夠支持我們的球隊可以出去這麼多的比賽 但是這兩年很幸運 我接手之後 其實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賽 或者有些浮制賽 兩岸四地的邀請賽 在香港舉行 或者去不同的亞洲地區 一年都有四個左右的 所以都很頻密 每一季都要預備一個比賽 這兩年的訓練都沒有停過 其實排球也算是三大球之一 就是我們的籃球和排球 你會不會覺得 為何出到來 反而打這些職業賽 為何好像排球的 視乎沒有那麼多 始終其實和內地的情況都差不多 因為內地其實藍足排這三大球 其實國內只有中國女排 比較成績會在世界水平 很多時候在政府分配資源上面 都擺在一個叫做獎牌的政策 因為我們這些大球運動 它要花的資源下去 一隊人裡面 它拿到的最後都是一塊獎牌 而可能如果它擺在一些個人項目上面 例如國內的他們跳水 可能他們有五個人參加 那它可以已經拿到幾面的獎牌 那所花的資源是少於一個團隊 平時我們說排球 不知為何我們一說女排 就很直接不覺得是中國女排 就是很少會說香港女排 其實你自己都是帶香港女排 你有時經常聽到 你自己會覺得感覺是怎樣 其實因為我剛才所說 中國唯一一個大球運動 是可以在世界之列的 其實就是我們的中國女排 所以很多時候 一些民族的情緒 都是中國女排的一個粉絲 另外香港排球總會 那個推廣 每年的大獎賽 其實香港站 就必定有中國女排 那個收視都會很高 我想在那裏都可以 令到多些球迷認識了中國女排 對於推廣香港的排球運動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至於很少去提到香港女排的 我想相對也是 其實排球總會 排球總會 我們在這一方面 對自己本地的推廣 是做得比較少一些 但是近年其實搞了很多次 一些本地的賽事 例如一些邀請賽 邀請兩岸四地 由中國、台灣、澳門、澳門 不同的地區來到香港 參加這些我們自己的邀請賽 香港隊能夠在主場比賽的時候 多些觀眾 去看到的時候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推廣作用 但講到排球 其實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我發現大家 是喜歡看女排 多於看男排 他們的力量和速度 都比女排很好 但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來回球就比較少 很多時候 那些球員 一個大力的扣殺 就已經 男子運動員 他們就死了 就完了 但是女排 就變成來回球很多 他們的力量速度慢些 相比男排 他們來回球很多 相比起就會刺激很多 就不是純靠速度和力量 就要靠一些時間差 位置差的戰術的變化 相比起男子 可能多一些跑動的戰術 所以可能這裡是吸引的地方 雖然你帶了女排 就是香港女排兩年多 都會中間發生了一些 曾經很開心 或者很難忘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 是 其實 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剛剛可能接他們手的時候 我帶他們第一個比賽 就是在香港搞的一個 去年 去年在香港搞的一個叫做 兩岸四地的比賽 當時可能因為一些主力的球員 因為私人的事 他們不能夠參與那個比賽 我其實不能夠出到最佳的陣容 但是因為這些也是一個排球 這個團體運動好玩的地方 其實未必每次都是用六個最好的球員 他們合作是肯去搏 在那一次的比賽裏面 在六隊裏面 他們是我帶領的第一次拿到的冠軍 在香港的球迷身上 還有那次贏得來也不容易 因為一直是對手 是對著廣東隊 人家一局 我們又一局 打到最後是第五局的決勝局 我們險勝15比13 所以那時候很多球員都一起 是抱著在那裡哭 那個是我帶大港隊的時候 帶來的第一個冠軍 所以那個是印象比較深刻一些 我希望接下來還有很多很好的片段 比那個更好的 那其實我也想問 其實香港隊伍排球隊本身 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 可能說打到多少歲 就不可以繼續打 其實這個都是我最初來和球員所說的 其實我以前我帶青年隊的時候 我就和球員說青年隊 我就沒有年齡的下限 有實力的就來得 當我最初來到港隊的時候 我都和他們說 其實沒有年齡的上限 只要你有這樣的實力 就可以留得低 我都希望每個球員 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在真正的比賽裡面 都沒有一個年齡的上限 不過一般 只不過在體力上面 很多球員都會是 應該在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 應該是他們的黃昏球齡 已經是 是 所以你接下來 你自己對香港隊伍排球隊 其實會有一個什麼的期望 或者會有一個目標 都想去達成這樣 如果球隊本身 其實我始終覺得 我現在的訓練模式 都希望是參考日本 或者台灣這些 在亞洲來說 是比較矮小的球員 相對 而是我們香港隊 能夠去模仿一些練習的對象 希望可以在這裡 可以模仿到他們 至於如果是整個球隊的目標 剛才都說過 因為是很多 我們香港女排 幾代的球員 他們都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他們想去參加亞運會 所以我剛才說的 今年的青少年世界排名 因為去到全世界40 所以其實就是這班運動員 他們開始接上來 所以我覺得應該 看看可不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其實可能真的是 叫做黃金一代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亞運 今天很感謝小梁sir 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希望香港女子排球隊 接下來會有更好的成績 可以參加到2014年的亞運會 多謝小梁sir 多謝 希望各位觀眾支持我們出戰2014亞運